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着龙副市 在一栋浅黄色的面砖装饰的一个大楼里 后来好像是外交部搬走之后 网信办在那里搬过工 现在应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 我记得那天我拿着外交部干部撕开的介绍信 坐电梯到五楼 向翻译师主任报到 我敲开我们主任的办公室的门 主任叫郭家鼎 郭是过去的郭 他个子不高 面容轻瘦 五十开外 后来我知道大家都管他叫老郭 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姓 后来才知道老郭不只是姓氏比较独特 而且人也很有特点 他是外交部的非常资深的翻译 五十年代初曾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担任英文翻译 后来参加过1955年的万龙会议 担任翻译 那么他曾经为毛主席周总理等第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做过许多翻译工作 他有个特点 他是把翻译质量看着像生命一样重要的人 那么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之后 他就问我 你看过女排比赛吗 郭家鼎就说了 说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 我们自己就是翻译的国家队 老郭用的是声调 在国家队三个至少打住 那么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自豪 眼神中还有一种挑战 他说我们服务的对象是总书记 总理 副总理 还有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副委员长 还有全国政协的主席副主席 用今天话讲就是国字号的领导人 然后他又轻轻地说 当然他说还有 顿 最后这五个字 他看上去轻妙淡写 一笔带过 但我知道这是他的压轴词 接着沉默了一会儿 他就说要下苦工啊 提高政治水平 提高业务水平 妥宽知识面 好好看 他提高了这个声调 脸上没有笑容 非常严肃 非常认真的讲了这番话 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老郭 也是外交部里的为数不多的性情中人 经常有些惊人的评论或者言论 当时外交部还没有这四家车 部里包括大使老同志 每天都是坐搬车接送上下班的 后来我听说就是老郭 曾经和这外交部班车上的几位大使 辩论过一个问题 老郭说呢 外交部找一百个大使人 找一个好翻译很难 这番话他显然讲的是有点激动了 据说当时不少外交部老大使 对他有意见 许多年过去 与波还不断 不过他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 我记得大概是06年07年 我到北京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他还是讲这个观点 我还是有看法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翻译事业 后继无人 特别是笔译 汉语音 也就是中文翻译英文 能够真正定稿的 特别是在一些非常 具有挑战的一些题目上 这个语言上能够定稿的 他说全国真的找不住几个 坦率地讲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中国今天对外传播当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汉语音的这个翻译的质量问题 有时一句短短的一句话 比方说我们现在总书记讲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果你是翻译青山银山 你用这个golden或者silver 或者这样的词的话 他会觉得人家会觉得 非常的physical 非常具象 非常物质主义 所以你要找另外的翻译方法 我想起当年 胡耀邦总书记 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她讲了一句中文 她说我们中国人是 一诺千金 当我们的翻译大概就翻成了 就是1000盎司的黄金 撒切尔夫人 她就说 That's a lot of gold 这很多的黄金 也就是说这个翻译当中 有时候确实是 要把意思更准确地表述出去 否则就是有时候会容易造成一些误解 但同时我还在想 就是如果我们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 任何一个职业的人 都把自己工作看作是重中之重 天下最重要的事情 以工匠精神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每一行工作 做出品位 做出品质 我想这个真的 对于事业也好 对于个人也好 对于国家也好 都是非常之好的事情 当时我们这个外交部呢 没有房子 闹防荒 许多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人 还分不到房子 司长 副司长 还住在北京的统治楼里 统治楼可能我们现在年轻人 不一定懂了 这个长长的走廊 里边呢 就一个一个的单间 每间大概十几平方米 然后卫生间 厕所都是公用的 最早呢 是很多单位 就是单身职工的宿舍 后来因为 长期没有新建的居民楼 所以很多单间 就住进了一户户的人家 我自己当时 从上海到北京 那么属于外地来的 这个年轻人 根本是想都没有想过 可以分到房子 我老婆是说的很干脆 如果没有地方住 你就住在办公室吧 他真的这么说 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到这个时候呢 我也清出来 自己走上一条特殊的人生的道路 坦率讲也因此 获得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那么今天回忆起来 也是感叹万分 当时我们的第二代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啊 李先年啊 彭真啊 胡耀邦啊等等 还当时一大批的副总理啊 李鹏 乔石 田济云等等 所以我们都这个 有一些接触 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第二天呢 我就把蒲改搬到了 这个外交部 我们在五楼的办公室 严格讲还不是办公室 是办公室的大字监 在那暗淫扎寨 一连几年都是一次为家 经常有不灭的灯光 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努力 相当投入的 那么当时我翻译时呢 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 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 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 重点是用领导人会见 外评的谈话材料 作为这个汉语翻译成英文 这种口译的练习材料 能量我们有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大家经常把平时翻译中 碰到的疑难的表述 汇总起来 一起讨论 然后翻译出去出稿 然后呢 请用翻译时的 两位老专家来定稿 当时我们两位老专家 一位叫求克安 他是浙大 浙江大学外语去毕业 后来在牛津大学拿过一个硕士 1948年时候回国的 那后来是我们国内一个 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莎士比亚的专家 还有老专家叫陈振秋 他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 也在牛津大学留过学 他是学政治学的 那么还有几位老专家 大家一起商量 最后定稿 所以回想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管用的方法 因为那个时代 就我们的领导人说话 大家都很有个性 有自己的风格 比方邓小平会讲 中国无非就是块头大 彭真会讲 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毛泽西 李先年会说 我当过财政部长 酸甜苦辣我都尝过 学过英文的人知道 这一类地地道道中文 这种表述 是非常难翻译的 一个是如何把握它准确的含义 另外就是如何找到 对应的地地道道的英文 好在我们有中国模式 就集体的智慧 群测群里 反复磋商 从初稿到最后定稿 采用民主集中字 最后编成了一册又一册的 叫口译难点 有时候还有鼻翼难点 我今天还留了一些资料 作为一个很好的纪念 算是一个时代的话语的准确的记录 其实还一个所谓的高级翻译 它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在支持你 很像我们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在电视上侃侃而谈 而它的背后呢 我好像是一个团队 在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 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年三月中旬的 阿拉斯加安克里奇的这个会谈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杨洁篪主任 王毅外长和美方会谈 很明显我们这个中方的翻译 比美方的翻译能力要强很多 所以我们中方的翻译 也是我们翻译师的后浪 那么我记得当时老郭 也经常和我们这个 谈他自己翻译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他这个感叹 说你们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 这个给领导人做翻译 马上新闻联播就播出来 第二天爆炸还有照片 可以光耀祖宗 他说我们那个时候 基金哥来访 天天陪他做过很多翻译 但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但他突然还说 哦想起来有一张照片 还就在人民日报登出来的 但是我只有一个背影 那么当时我们这个政治学习呢 一般都是先读一篇中央文件 然后呢进行讨论 那个比较长的文件 大家就轮流念 翻译师呢 我们这个翻译当中 来自上海的不少 所以有这个无语口音的普通话 很多经常把这个积极开展 念成了积极开展 那么这个还过得去 有时候这个口音太强了 我们北方的大傻们 会出来纠正一下 隐害大家的这个欢笑 念完之后就是讨论 讨论就很快就变成了 海阔天空的交流 甚至这个调侃 各种各样的密集的这个信息交流 精彩的思想火化 在加上大家天天见面的 打交道的都是有头有脸 很多都是重要的领导人 我们有在一个思想特别解放的岁月 天南海北什么都谈 有许多多的这个新鲜事 我当时在政治学到了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赶上这个中英 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 有时候车远了 我们的老国主任会突然大声的说 到此为止 打住打住 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 否则明天香港股票又要跌了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 谢谢大家